有男子骑车在民宅前停下来 先上前探头查看 出来时后方还跟了一只小黑狗 他发现屋内没人 没有骑车离开 小狗还跟着他走出来 闻了闻味道 摇了摇尾巴 就这样 感觉这只小黑是友善的狗 男子走向门边 抓起了一大袋蒜头 塞在自己机车上 在骑车火速溜了 全程小黑没有废觉 还目送着小偷离开 他看到每个人都这样子 这里是云林卖聊 有民众收到朋友产地直送的失蒜头 白天整袋放在家门口曝晒 晚上怕被小偷寄予 会收回屋内 尽管如此还是被人盯上 幸好警方在半个小时内 就抓到嫌犯 64岁许新男子 找到被偷走的蒜头 嫌犯说失业缺钱 顺手牵羊偷蒜头 但这一大袋价格不到2000元 他得吃上偷窃罪官司 倒是这一只黑狗 原来他以前是一只流浪狗 社区里有人收养他 而他又乖又温顺 没有防贼意识 看到每个人都是开心的咬尾巴 尽管这次是有人登门偷蒜 他还是一只友善的狗 以上是我们讲过到响意资讯 镜头交换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